许多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纷纷致电或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祝贺中国人民喜迎龙年新春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 祝愿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表示塞中高质量友好关系持续推进 加纳总统阿库弗·阿多表示 希望新的一年为家中两国人民 带来更多成功和繁荣 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表示 祝愿友好的中国人民身体健康 生活幸福 祝愿中国繁荣昌盛 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 祝愿中国人民龙年平安 吉祥如意 春节在苏里南是国家假日 我们各个族裔都会庆祝春节 希望龙年的精气神走进每个人心里 为苏里南人民 中国人民 以及全球华人带取繁荣 祝大家新春快乐 春节不仅是节日 更是文化符号 2024年是龙年 象征着好运 力量和健康 我向习近平主席 中国政府和中国朋友 致以诚挚的问候 祝你们年年平安 新春快乐 我仅借此机会 祝中国人民身体健康 幸福快乐 工作顺利 我仅代表索罗门群岛政府和人民 向中国政府和全体人民 献上最真诚的祝福 我仅代表紧 感谢观看